世大運女子籃球隊當中 有兩位是台東子弟 陳彥宇還有羅平 他們在百忙當中 也抽空回到母校新生國中 感謝母校對他們的栽培 陳彥宇說 未來會回到台東來帶球隊 要把台東的孩子 也一起帶上頂尖舞台 在世大運女子籃球隊 獲得銅牌之後 台東出生的陳彥宇以及羅平 在百忙之中 抽空回到母校新生國中 來感謝學校對他們的栽培 好 謝謝我的 韓木 然後希望未來我們可以一起加油 謝謝 而且他們看到以前的國中老師 都相當開心 他們更感謝籃球啟蒙教練 李鋒銘的培育 並與教練激動的擁抱 搖 恭喜羅平 就是充滿了很感激 然後真的也很謝謝 新生國中培育我們 然後把我們送到這麼好的環境 然後在這麼好的環境 可以繼續打球 繼續為我們自己的目標前進這樣 謝謝學校替我們辦了這個活動 然後很感謝大家給我們這個機會 然後也謝謝主任教練栽培我們 李鋒銘對他們這次四大約的表現 也是讚譽有加 並希望他們未來在籃球的大舞台上 能夠發光發熱 其實彥宇跟羅平的比賽 我每場都有去看 他從他高中開始打HBL 我每場都有去 其實他們在球場上的表現 真的是很認真 像羅平的防守 陳彥宇的進攻 他只要下場 就全力以赴 所以從他高中開始 我都有每場我都有去跟他加油 今天最令人最高興的就是說 四十幾年來 我從事教練的工作 兩位選手同時入選中華隊 陳彥宇還特別說到在未來希望能夠考取專人教練 然後回到台東帶籃球隊 將自己的籃球經驗分享給台東熱愛籃球的孩子 讓他們能夠走上籃球的頂尖舞台 記者 蔡長漢 台東市報導